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济余号 今天的视频是讲 从度假的属性来看 如何购买Condo投资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话题呢 因为从去年的两件事情 我有此得出对于Condo投资 一些新的感觉 第一点就是 我去年带我的女儿去 外面旅游 然后我女儿非常的喜欢 这个酒店的感觉 非常喜欢在酒店里 就是玩这个游泳池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呢 酒店和Condo又很像 所以Condo叫酒店式公寓嘛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Condo呢 它在购买方面来说的话 如果有这种度假的这种感觉的话 或者说它的这些配套啊 这些地方很像你 当你一租进去就很像一个来度假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非常舒服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去年大概11月份 12月份的时候 陪一个客户去买Condo 它呢是专门是喜欢想要去买来去度假 或者去退休去用的 就是说它可能长年一半时间在国内 一半时间在这个多伦多 所以它它不需要是住在什么金龙区啊 或者说是住在什么大学城呀 或者住在什么华人方便的地区 相反它更需要住在一个安静的 有一些小湖呀 有一些大湖啊 有一些景的这些地方 当然也不能太荒凉 周边的话配套还是也要有的 所以我从这两个事情呢 我总结了一下 在Condo购买的因素 有一些度假的因素的属性放在里面 可能不是很适合所有的人 但是对于一些想要追求 就是慢节奏的生活 然后想要追求这种健康的 然后比较绿色的生活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第一点就是location 我们购买Condo呢 这个location呢 和其余之前说的那些location 还不一样 之前说的location有可能是 有这个公交啊 有这个地铁呀 包括走路到大学呀 是这样的一个location 但是我这里说的location呢 是有景点 有购物商场 有滑雪场 水上乐园 森林公园 大湖等等 那我就来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有购物商场吧 购物商场呢 比如说我们在Downtown 有这个Eaton Center 如果说是这个购买的Condo 比较靠近这个购物的地方 也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说这个水上乐园 上上个月和我的孩子们 一起去了这个瀑布那一带的 这个大廊屋 这是一个水上乐园 我觉得如果自带瀑布啊 或者说大廊屋啊 这些地方 周边的这个住宅啊 甚至是Condo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非常的舒服 就有一些度假的这种感觉了 还有像这个森林啊 公园呀 包括安大列湖 就是Downtown南边的这个 安大列湖 包括Etopico的那边的住宅区啊 Condo群啊 包括Burlington Ockvia的湖边的这些地方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研究 去考察的 还有像这个滑雪场 大家都知道这个北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蓝山滑雪场 那边的住宅啊 其实也是很贵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有这个度假属性啊 或者说你这个Condo的周边啊 是有一些景点 我们是来这个Condo住呢 有一有一半的时间是去休闲的 去住在去那个看这些景点啊 去玩这些景点的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慢节奏的 很休闲的方式 第二点是湖景房 这个呢就放在多伦多来说 就非常容易的去解释 因为我们这个Downtown啊 是沿着这个湖边去造的 所以呢在湖边也是非常有潜力 然后有很多可以面向大湖的Condo 比如说我在12月份的时候 给客户购买的这间Condo 就是可以朝南 正南的去看到这个安大列湖的 同时下楼走一走大概两三分钟 就可以走到那个Ferry 就是可以坐这个轮渡去到湖心岛去玩去 夏天呢也是非常热闹 有很多音乐节呀 或者说是什么牛排节呀 或者是那个Riverfest的那种节日 相信小孩子们也是非常喜欢那一带 所以呢这就是靠着湖边的湖景房的概念 当然这个安大列湖很大嘛 除了Downtown的湖景房 还有像这个Utopico那一带 也是在不停的开发 将近也有二三十套左右的这种Condo楼群出来 包括密西沙加 包括这个沿途的这个Ockvia 包括这个沿途的这个Burlington 以及汉米尔顿 现在已经都是在沿着湖去开发这种 类似于这种靠湖景的去吸引大家去购买的这种湖景房 湖景Condo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女儿是非常喜欢 Condo内部的配套啊也跟得上 就是如果你去一个Condo 然后你去住进去之后 然后比如说买完菜吃完饭 晚上还有大概一两个小时睡觉 可以去下面去游游泳啊 去坐坐桑拿啊 坐坐Spa 这就有一点跟得上这种酒店的感觉了 这种Hotel的感觉 我以前觉得呢 没有游泳池可能对于Condo的投资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省了一部分的这种管理费嘛 但是我现在觉得其实游泳池也不错 更适合这种慢节奏的享受生活的这些住户 有游泳池和没有游泳池其实是差别是比较大的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健身房啊 还有一些娱乐中心啊 甚至有些Condo它还有那个高尔夫球夹的小就是那种小型的高尔夫球的这种训练 也是非常好玩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楼下比如说住的Condo 楼下没有一个游泳池 我觉得就会感觉少了那么一点 也不是说不能住 但是我感觉就是少了一点 跟这种享受生活式的这种居住啊 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当然配套啊 还有这个比如说下面的这些管理人员 像这个进门的这些保安啊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 因为跟安全也有关 包括这些管理管理层这些管理公司呀 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注意 需要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些服务 有没有跟得上现在的 当然我们最最标准最完美的这种服务啊 就是酒店式的这种服务 但是呢因为Condo嘛 毕竟不是酒店 它这个管理服务当然是跟不上那么好 当然我们也要就稍微看一下 也不能说那么差 第四点就是这个度假属性呢 其实不是很适合你去买了去出租 因为从这个租金啊 或者现金流最大回报率来看的话 度假的这些房子一定不是中心区 或者说一定不是最优等的这些租金最好的地区 相反呢 它可能是在一个二环或者说二郊区一点点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我们说Downtown的这个湖边 它就不是一个中心区 它是一个偏郊远 偏远一点的一个地方 Downtown的中心区啊 应该是在这个Youngblood Youngcollege这一带 这个地方的租金一定是最高 租客也是最好找的 当然价格会稍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作为投资来说的话 还是选择就是中心区一点点 但如果你就像我那位客人 如果是选择这个休闲啊 自住呀退休啊 享受生活来说的话 那个地方就明显不适合 为什么呢 因为中心区一定是有很吵闹 很热闹的这种观念 但是退休的这些年纪大的人呢 他往往他不是很喜欢这种很热闹的地方 他会去选择一些 就是说比较安静的 比较宁静的一些地方去居住 所以我觉得 湖边的这些 包括这些度假属性的condo 并不是很适合 买了然后去投资出租 如果你是想用这些房产去进行投资 我觉得可以考虑Airbnb 可以考虑就是住半年 然后住半年这种 Airbnb的形式去收一些租金 来换取一些租金 然后第五点来说的话 进入我们这个多伦多地区 如果是从度假的这个属性来看的话 湖边的condo是非常适合去投资的 我觉得在当看来说的话 第一个位置就是中心区 第二个位置应该就是湖滨区 所以这两个位置呢 都是不错的 只是侧重点不一样 一个是比较侧重于这个投资属性 一个是比较侧重于自住 住起来比较舒服的这种属性 所以它侧重点不一样 但从今天来说 从这个度假的角度来看的话 明显就是湖边的这一块 就是更适合去居住啊 去享受生活的 所以呢 当上的condo呢 我觉得各有不同 侧重点不同 接下来再说说看这个市场啊 当上的condo市场 或者说是整个多伦多的这个condo市场 未来会怎么变化 鉴于现在的利息啊 不停的在往上加 我觉得这个 这个condo的这个价格 可能还没有跌到一个底部 可能在今年还会有一点点的这种下跌 但是我觉得幅度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从去年下半年 已经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幅度 在往下跌 具体的话 我可能会另外开一个市场 市场研究的这种视频 去跟大家讨论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做的一个课题 度假属性去看condo投资 感谢大家